请收看 用意立人篇 请收看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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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大家好 阿弥陀佛 欢迎收看用意立人天 我是台中外谱教室负责人 言辅讲师 也是一京大学第四届的学员 现在在外谱教室在开一京风水初级第四班 欢迎我们有缘大众到外谱来接法 那在我龙边是我们圆万讲师 也请跟大家自我介绍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新竹道场大凡市讲师法号圆万阿弥陀佛 那在我的府边是我们圆秀讲师 也请跟大家自我介绍 我是离港教室 在我们屏东县九炉乡 一千村 七十七上十七号 今天有个机会给我来用意立人天 来这边好好的总团的立案分析 给观众们大家一起来参与阿弥陀佛 那今天我们很高兴 那要请两位讲师 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案例 那首先我们请圆万讲师 根据我们用意立人天 这个所体验的一些心得经验 来大家做一个分享 来请阿弥陀佛 各位观众大家好 很高兴来到这个 这么有意义的节目 那我这边有一个提供一个 这个就是师父有传我们很多的法 尤其是在易经方面 用这个我们就用易经 补卦来改善这个家庭的不平安 那一个这个新北市的一个 住在新北市一位师兄 他也是算资深的这个学员 但是有时候堵久了 有时候会疏忽 那他的他的工厂是在一楼 那这一栋大楼的大概是 他们工厂在一楼 然后他们是住在六楼 那当初去 当初搬进去的时候 因为他电梯在那个湖边 那有请师兄去看 他说电梯在湖边不好 然后就建议他把这个门改到中门去 然后他是坐 本来是坐东向西的房子 这是开虎门 白虎电梯 白虎是电梯 没有错 但是他就是把它改到这个房子的中间 变改中门 然后变成坐南向北的房子 但是有时候 因为叔叔也没有注意 所以说就产生家庭 他们员工 员工不合 常常在 常常就是说有一些吵架的事情 那家里也是一样 瑟税是很多 瑟税的事情这么多就对了 那有一个因缘就是说 他叫我说 因为他家的那个 这铝门窗有一些问题 叫我去帮他看一下 然后就顺便说 研究一下他们的 他们家为什么会 不是很好 不是很平安这样 我说好 我就约了时间就去看了 那看一看 大致上都没有问题 但是我就说 还是要用意去了解一下 而沾一个卦 而沾这个阳宅的平安吉凶 它是天地皮卦 洞舞窑 那是隐月 隐月沾的 那洞舞窑就是 兄弟窑带破来客室窑 然后就是沟成洞 那 那这个卦像看起来蛮熟悉的 因为以前有处理过 我就说 你们是不是搬进来之后 装潢什么都没有卸土 我说师父很重视这个卸土 你们是不是都没有卸土 他说是 没有卸土 那沟成洞 又是那个兄弟带破来客室 我说 那我就沾 我就再沾一个卦 说 那我们用做卸土法仪 是不是可以平安 那卦沾出来 还不错 他是观鬼实实 但是子孙在月令 子孙又很旺 我说 那这个法仪要做 这会平安 那但是因为是观鬼实实 然后我们就在 还有其他问题 那我们就 玄公哀心推了一下说 你这个门本来是在虎门没有错 但是也是虎梯 但是看起来没有那么凶恶 但是你把它盖到中门之后 这个电梯变成是五王 又是那个勾成 神经勾成 又是五王 我说可能这个电梯有问题 我就帮他再沾一个卦 说这个电梯是吉凶如何 德是三活壁 然后动六窑 观鬼直视又观鬼动 就表示这个电梯是有问题的 那因为在这个沾卦的情形 就是一直在思考说 要怎么画这个五王煞 那我沾了两支卦 画五王煞都不行 那因为他的儿子 也是有读这个易经 也是易经班的学员 书籍班 那已经结业了 他就说 我们电梯 似乎有传言歌法 电梯对门不是可以放一个 贴一个双席 还是贴一个笑脸就可以解决 那我是说 这个方法我是知道 因为这是门 大门对电梯的时候在用的 那我说这个电梯不是对大门 因为它电梯是在龙边 那我就没有去理会 那我在沾两个卦 还是不行 就是找说 要怎么去化解这个五王煞 然后第二次 他儿子又再讲一次 我说这个可能是老主在提示 我说好 那我就沾沾看 然后沾说 他这个五王 电梯五王 我用这个双席的字贴在上面 能不能化解 那挂沾出来是雷水解挂 冻二窑 我说那这样可以 这非常感恩这个 这个我们的老主跟那个什么 我们的这个龙天护法 非常的慈悲来提示 那我感觉到 这应该可以 然后沾过来真的是可以 然后第二个就解决了这个五王煞的问题 再来他说他家这个神位 他有听很多师兄说 要去移这个神位 那我在我看起来 我说这个神位没有问题 应该是不用移 那我就说你不要听人讲 好了 因为人讲有很多意见 我说你听这个老主讲 听这个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祖师爷看怎么讲 我就再帮他沾卦 那这个卦沾起来是三地坡 三地坡 那亥日沾 亥日沾三地坡 我说子孙只是很旺啊 这个应该是不用移 但是这是洞出窑 因为这个父母窑洞 那父母窑洞就是有问题 那我就再看一看 因为是白虎父母窑洞来克子孙 那我就再把他看一下 他这个一个WiFi的分享器 放在神位的虎边 然后也是放在大门的虎边 大门虎边后面 刚刚有一道墙 就是说贪图方便 就把它钉上去了这样 所以说造成那么加 很多里面这个家里 常常在友谊塞 常常在家里 常常在家里 尤其他们是他们家里一只狗 一只有收养一只流浪狗 一只科鸡犬 那一条狗说 他说就是很不可思议 那一条狗 几乎家里的人都被他咬过 我说这个很不合理 为什么自己家 养个狗会咬自己呢 然后客人进来也会咬人 然后我去的时候 他们赶快把狗 牵到房间里面去 怕他出来咬我 那其实我去的时候 沾挂 还好那个狗跑出来 都没有声音 然后就跑到我的座位旁边 他们都很惊讶 说这一条狗今天是怎么 怎么这么乖 都不会咬我这样 我说其实这个是 依我的经验是说在提醒你 因为这个自己家养个狗 去咬自己的人 这个是很不合理的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法界 这个空界的一些好兄弟在提醒你们 你们这个因为 这个亵徒没有做 然后又是这个 电地又是五王 所以说造成你们家很多的 很多的不安这样 然后经过用意的 然后一一把这个问题找出来 然后这个 然后那个WiFi那个问题 WiFi分享器那个问题 我就把它移到龙边去 挂沾出来也不错 沾的挂是水雷屯 水雷屯子孙化镜神 那就很平安了 那至此之后他就说 真的是 老祖传统法非常的殊胜 尤其是补挂的方法 因为我们的风水学院千变万回 所以说 还是要以我们沾卦 来这个 看这个风水的吉凶 然后用这个应对的方式去化解这样 我的分享到这边 阿弥陀佛 我们感谢 颜万讲师的分享 我们一句话 烦恼正菩提 那因为我们有学这个易经 我们碰到很多众生的问题跟烦恼 然后透过我们易经沾卦 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出来 世间有很多的烦恼跟不安 那我们易经风水有24亿6千多几的这种解决方法 所以我们透过学易经 我们能够找到这个解决之道 就像刚刚言万讲师所讲的 如果我们的浮边动的问题 改成这个变前面 前面也有问题 那我们怎么来化解 那透过易经 我们可以知道解决这个方法 那还有像碰到这种果 会来咬他们的家里人 那因为我们有学易经 我们在中文里面 我们要皈依 我们老祖门下 所以我们学易经 我们会有很多的父法神在我们的身边 来保护我们 那因为我们初期也代表老祖 也代表庭公 所以像这种法界 不管是动物也好 看到我们来讲 就好像看到老祖来到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用意可以立人天 就是因为我们学这个法 我们也代表我们的祖先 代表我们的父法神 代表老祖来到这个地方 所以所有的万生万户 会以礼来相待 这个是学易经的好处 所以这个易经 它不是术 它是一个心法 的好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辈子 我们有这个演来学易经 是相当好的一个事情 那刚刚感谢我们 严万讲师的分享 那接着我们再想 请颜秀讲师 来分享他个人的一个经验 来 请 阿弥陀佛 谢谢我们支持人 我严秀讲师 我们今天 我们来一个立案 达到每个人的健康 以快乐 开门 我们做一个行李 如果开门 开门 开了不对 开了 刚才连煞 这个连煞就 开不成功了 这个连煞真的很厉害 当我们三煞连 所谓的三煞连 就是像金连 金连就是引入去煞白 如果你如果北方开门下去 你出不完 喝得走 来说某某师兄 他在想尽 想要开一个店 来做一个生意 这是很好 但是他没有 万万没想到 他开门下去就是那三煞 等到他已经发生了 已经第一个月 第二个月 第三个月 三个月当中 已经了差不多五六十万了 他来找老主 说为何他的开门 是怎样才会不贪钱 我说感觉 他老主的法 先法来开门 最起码也还有哪儿 古早人一句 三个月 三个月 为什么你就 回不开 好 他就带我去 到屏东 某某地方 我一见解 我拿着 楼盘 我就一见 欸 你是三煞年 开店 开店吗 对啊 我今年开的啊 三煞年 开店 真的不行 太岁家人 人的身体就不舒服了 有些状况很惨的 何况说你再开店 难免就是为了 损财 当他损财的时候 他不相信 但是呢 我就给他说 你不相信 你是我们中文的同修 好 你自己沾瓜 沾一支瓜 结果 那支瓜 是他自己沾的 沾起来 好像没有子孙咬 也没有柴咬 这样就不行了 他跑来向老主说 老主 这样是好吗 我说 当然也不好 因为你三煞年 来开店 就是一个那 不如法 但是呢 他最后的 我最后的一句话 给他说 好啦 三煞年 你一定要开店 可以 但是喔 你等三煞年 过去了 又再重来 开店一次 他说 老师 三煞年就这么重要 我说没重要 有重要 就是重要 你可以去衡量 你已经沾瓜了 你沾起来就是 老师 没财 没哭 他就像开店下去 我说 这样 灵情高明 他说 老师看吗 我说真的 犯了三煞 他 他一组都不信 好 在四个月 第四个月 又再开下去 我说 我说好吗 第四个月 他的楼子 又灰烧 我说可以啦 说起来啦 等到没有三煞的时候 再来分享开店 好吗 他就给我说 他就给我说 老师 好啦 把本钱都是 已经损掉了啦 我说 损财没关系 钱当小命人 只要你身体又有好好 你再来开店 那不是很快乐吗 他就说 好啦 他就把他的店做给收开 但是他要把店收开的进行 又在一个思想的观念 又不好 他说没有 我盘人家 我说你这不好 要再盘人家 这样不行喔 这样 结果呢 他又说 好啦 收开 当他收开的时候 他就把老子许个愿 他说愿大力大 他就跟我说 老师 你看我的面瓜 能不能做生意 说你的面瓜有财啊 有库啊 可以做生意啊 啊为什么 又会了钱了这么多 我就跟他说 你是三杀年 你不是是 三杀年 你不知道吗 就是说 金年 像金年 是银年 银年 是银鲁戏 撒北啊 啊北方 就是三杀 啊 他跟我啊 了了无疾 说好啦 收起来 当他要收起来 一杀呢 又再请我过去 我说 你们开的店 有没有拜地基主 他说都没有拜拜 直接就开店了 我跟他说 当我们要做生意 第一 要拜那个地基主 要拜当地的神明 请神明来付出 来照顾我们护法神才能达到我们要需要的地方 是不是有开述一句话 自我们的门 你也不平 出我们的门 你也不负 也不负 也不负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句 很残忆的一句话 来分享给那个电视机前面的观众 如果你是三杀人 在等没三杀再开店 搞不好还有一线生机 谢谢阿弥陀佛 我们感谢颜秀讲师的分享 的确这个三杀它是 我们讲就是游驴店 在这个游驴店汇集的地方 三杀的地方 对我们人来讲 它的影响相当的大 我们人是一个很渺小的一个磁场 就像一个萤火虫这样的磁场 但是整个宇宙大地这种磁场 这种轨迹 我们人没有办法去跟它对抗 所以我们只能够顺应天理 来在对的时间找到对的人 做对的事情 这样我们事业才能够顺利 那这个三杀的确影响非常厉害 我也来给一个我个人一个例子 我的一个叔叔 他有一点他就是工厂是做北向南 他做北向南 这个三杀尤其南北向的三杀更严重 那这个我没有办法来帮他看日子 那后来他就找一个我们当地的神 来帮他看日子 用那个符令 把他祭杀 把他祭杀 他就这样就可以解决了 结果盖起来还是没有办法 就是我们师有开示 三杀年的影响是十二年到六十年 如果说夜的影响是一年到三年 那日的影响是一个月到一年的时间 十的话就是一个礼拜到一个月时间的影响 所以他把这个工厂盖好之后 那个家里就很不顺 这个儿子出车后 然后被倒载一大堆 所以即使我们找神来帮我们 用符令来解 也没有办法解掉 因为人是一个 刚刚所讲他的磁场相当的渺小 我们不像有些神尊 他要安坐 他要做什么 他可以用煞来安坐 就叫一个叫做戒煞生钱贵 但是我们人我们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还是要依照老祖宗 我们师尊所传的这个妙法 先平安 再来求花展 当然我们也有传到说 用三煞有一个祭煞的方式 来办祭煞 但是祭煞它只能让我们平安 但是要让我们赚钱蛮困难 这个我一个建议就是 在三煞年你来 那个动工或者说入宅 这样来讲你即使用祭煞 也只是能够达到平安而已 但是你要赚钱也相当困难 所以人告诉我们要顺天 我们不能逆天 这个道理就在这个地方 那接下来我们再请我们 言万讲师再来分享 他个人其他的经验 来 请 好 谢谢主持人 今天再跟大家 各位观众分享 这个一些 一个在新北市的一个师兄 就在新北市的陈师兄 他那个办公室有一点问题 那这个是在北部的一个教室的 这个学生 那这个教室的负责人就说 就跟我讲说 那我们一起去给他看看 作为一个去看看 研究看看 看你要怎么解决 因为他这个办公室 因为这营运不是很理想 还有他们的仓库 不久前遭到窃盗的问题 给我们去看看 给他了解一下 那我们去的时候就是先 因为这个 他这个是一个五楼顶 五楼加盖的一个办公室 然后我们就先在一楼做这个定向 定向的 定这个屋向 然后再上去看的时候 那第一个看到就是他 因为可能是职业的关系 我都先看大门 那大门 他这个大门就是取方便 然后就是这个老体间 那个红厨的门 老体间 那红厨的门 那那个门做那个老体 老体间的 那门不是做在家里面 而是做老体间 老体间的面前 刚才水塔 因为那旧色的公物就是这样 配置就是这样 我说那这个有问题 那那个门 又看得知不理了 那红厨的门 那看得知是乌厘 也是不如法 那他这个屋向 是迅山前向 迅山前向 巴运应该是道山道向 那他有前面有个露台 有一个落地窗 应该是巴运 应该是很好 但是呢 因为他农边有个大概 一个二十层楼的大楼 那是农边来水 他把水型动掉 所以说营运楼不是很好 然后这个讲师 我跟这个讲师 跟他们的老师 去看的时候就先 我们还是 我们还是先沾瓜看看 看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那他就沾一个瓜 就是不是兄弟动 就是父母动 我说那这样 那我们先把大门 先把它修正 就是说大门往里面移 然后再把这个尖像弄对 看这样能不能平安 那这挂沾前 我记得是去年的 深月子日沾的 大家父母摇动 我说那父母摇动不行 这样还是不够了 就是说大门移进来 然后尖像在弄对了 就是闪过那个淋头水 水塔 水塔联盟免定 那就是淋头水 然后就是 这个瓜沾起来还是不行 还是有问题 但是材已经出来了 我说那还要再思考 我们就在想 到底这要怎么改 然后其实这个有一点经验 就是说我们在遇到这个 在找问题的时候 心要尽量把心沉淀下来 心要定下来 那你沾瓜的时候 你觉得你心很定的时候 你沾的时候 这个瓜就 瓜箱就很比较容易指示出来 这是我一点个人的经验 那你如果是越着急 越赶时间 在那边处理 越弄 就是经验的话 这个瓜箱来讲是 越冲没好水 越冲没好水 那就是说 先把这个心情放松 然后把心定下来 然后再去沾 那这个瓜不是我沾的 这是他们老是沾的 我说那还要再想 那我就用玄工学去把它排看看 沿山前向 它前面是八百 它的落地窗 露台前面那个落地窗 那个算是 它这个正门 那是八百 那它的路口 刚好在龙边 那红柱我问你 你那里口的龙边 刚好是山壁 我说山八围棚 河来克圆运 那这不可以了 那我就想一想 我就说 大概六百 我们在六百的地方 放一个洞水 那因为这个六百的地方 刚好是龙边 我们说龙边放一个洞水 在六百的地方 然后我再请这个 他们老师在沾卦 深月子日沾的 得那个水天虚卦 那个 这个财福不两万 我说那这样可以了 那这一桶水是比较 这一桶水是比较有 比较 就是说 比较特殊就是说 它这一桶水是有两个作用 那第一个作用就是说 它前面是 它的这个落地窗 前面露台是八百 那我们用六百的话 就是可以把旺气引进来 这在玄工学上面讲 有一个是六八吹柜 人家说六八吹柜 其实吹柜 那因为它是 入门是三臂 所以说它那个仓库 会那个遭到盗贼 这是很正常的 那我们这个六百呢 就来自这个三臂 六百又有自三臂的效果 所以说这一桶水 变成它有两个作用 一举两得就对了 然后这个挂补出来还不错 就是说 水添虚 然后 四瑶是这个子孙嘛 深月毡就很旺 那又有两个财 又很旺 我说那这样可以了 就是说 那就平安了 就是说这个 是满 满好解决的啦 但是 有时候 有时候也不一定 有时候找问题 有时候也是杀不 但是它这个就是说 就是我的经营就是说 你要补卦的时候 这要把心沉淀下来 静下来 能够静下来 定下来 你觉得蛮定的时候 你去沾 这个挂就比较容易清楚 那 这个挂不是我沾的 我请他们老师沾的 然后 然后就是 选一个日子 把这个门 把它修正过来 然后尖像也把它弄对 然后再 我再用这个紫白 十紫白的妙法 再找一个时间 就一百水飞到六百的地方的时候 再把它放这个洞水下去 这个效果 就蛮显著的 就非常 这个结果就非常好 现在他们的营运也不如轨道 也非常正常这样 然后那个子孙很旺 那一定很平安嘛 所以说 这就是老祖师尊 他传给我们的这个 补卦的这个妙法 还有一些非常殊胜的 很多解决很多 我们的不必要的烦恼 所以说 在这边提供大家这个案例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我们感谢 可以跟我们做指导 所以在沾卦当中 有时候我们一个卦 我们有一点弥仿的时候 我们会发育的话 我们可以沾第二个卦 第三个卦 有时候甚至沾了三四四个卦以后 这个在科学上 一个叫统计学一个原理 当中我们就会理出一条 一个头绪 就是说 我这个事情我要怎么做 我透过沾卦 我们的所有的 我们的祖先 父法神 都在旁边 我们的指导领也在旁边 一起跟我们在看这个事情 所以到最后 我们会理出一条这个头绪出来 这样来做 我们就不会有犯错这个机会 我们言万讲师 非常的细心 他 刚刚可以看得到 他在做一件事情 他一定会沾卦 从卦去把它找出他的 这个真正可以解决之道 这个就是我们学习 意经的一个好处 我们有怀疑 我们就透过沾卦 来找到这个解决之道 所以这个是学意经好处 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指导领 会来我们的身边 一起在帮我们在看这个事情 让我们有这个智慧跟信心 这个力量 所以这个就是学一个 意经的好处 那也欢迎大家 多来学意经 多来揭卦 那接下来 我们再请我们颜秀讲师 再来继续分享个人的经验 阿弥陀佛 谢谢主持人 我来说一个立案 这个立案就是 摆放两桶水的祈福密码 就是代表要给我们画杀 当我们居家里面储藏 运气太重 也要用什么 用那个摆两桶水来画杀 两桶水曾经救过了很多很多的家庭 是路冲 白虎王头 白虎回头 很多那个白虎回头来震道 很多 因为人 白虎王头 四月就不顺了 家庭呢 又不健康 家庭的人员 格格都是在暴乱 但是呢 有一个机缘 有一位某某先生 他的家庭 已经遭到了很多不平安 来请老祖 我说 你对老祖有信心吗 他说 我今天来就是要请你来了解一下 为什么 这间家庭的会账 人家没损失 我说 好 好 我就 你带路 我拿去拿一个楼盘 当我们要摆量桶水的 就是要怎么 先用楼盘来量 楼盘量完了 做事 擦擦擦擦胸 当你擦擦擦擦胸 那时候 他知道 我这两桶水 要如何摆 但是这个先生 他真糟糕 他是做生意人 他做生意 我说 你把生意 已经做到 到平底了 平底了 你做 为什么 别人做生意 会这么好 你做生意 会到平底 一定有原因 好 原因不说 不用糖过来 然后 我跟他建议 不然这样 你要相信 我们要做的新法 我们先来放两汤水 第一 他又说 你水放下 是不是会生蚂子 我说 蚂子就是有盐糖化碎 不要紧 他就说 好 然后 你跟他说 连 买买两口汤就没有 我刚才跟他说 你里面有 白铁 白铁店 我们在煮饭的 电话口子 六人粉 十人粉的 口子总是有 他说 我说你拿两口出来 我临时 给你看一个 乌突石 给你放 总是没买 平败的 就比较败了 我就跟他说 好 放下 擦三双 擦三米红 那两汤水 把它放下 第一处他要摆两桶水 他摆怎么摆你知道吗 那边要高起来 这边要滴一下 我说不行 两桶水就是要平衡的 不可以一高一滴也不行 他说 嗯 啊 放拐是不是 比较败 我说 这样 不合我 免老主的心法 你不听 你就不要放 不要放 两桶水 他说 好像很无奈 他说好啦 試試看 两桶水就摆下去了 差不多三个月 他跑来找老主 老师老师 我告诉你 今天 我的儿子 会叫我爸爸 我说 不然你以前 人家都没在叫老爸了 他又说 偶尔不知道 买了一栋房子 前面就是白虎昂头 造成了家庭的 一个东 一个西 一个 我说 很 那 不如法 如果你的家如果如法的话 这样老主这个法 就没法堂穿日世界了 对不 我就说 好啦 过去就算了啦 过去没有什么回忆啦 我们现在用当下的啦 然后呢 我来跟他说 你两桶水摆下去 你就不要动 擂擂不动 嗯 他就应我一句 哎 怕人 我怕你 动你的手 你把水 先咬开 咬开 咬开后 再把它洗洗 再把它倒清水下去 然后 咬开 一直把它洗 洗到它的汤子 咬开 清洗 这样 接着缓水 缓水 缓水你 要乖喔 听话 不要把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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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饭 那个公子 再拿去外面 倒 再拿回来 这样 这个厨厂就不合了喔 你要 擂擂不动 放下 要把它洗一洗 要把它 揉出来 也可以 结果 他头上就用了 冠架下 不行 用了平衡了喔 结果 在这两年里面 他摆两桶水的 祈福密法 有一天 我不在家 他买了很多东西 水果 来拜老祖 我没在他 打电话给我 他说 某某老师 我今天去拜老祖 感謝你 我说你不用感谢 你也要去感谢微信电视台 你如果没看到微信电视台 这些 用意利人天 你要看 对不对 那不是这样 他说是 他会把我问这句 微信电视台在哪里 我说 在台中到场你去找 他说 台中喔 我不会开车了 那我说 没关系 只要你有心 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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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微信电视台感恩 感恩 这样还可以 可以 学习经 对我们来讲 可以保平安 以这个凉桶水来讲 它就是一个磁场的一个稳定 我们各道场各教室都有这本小洋载 那翻译前省各地的朋友 你可以到我们的道场教室来请这本小洋载 他里面有这种 告诉说 你是什么方向 那你拿一个指南针 你可以把它量几度 这个 度数量出来之后 你就可以说 再知道说 我们家里面 分成一个九个工位 一个简直型 一个九个工位 这当中 凉桶水要放哪个地方 我们看这个小洋载 我们就一目了然 那可以让我们家保平安 看不到的才是最重要 看得到的好解决 看不到的 唯有透过我们一经 风水妙法 才可以解决我们家里的平安 让我们一家 都能够消灾化解 能够意难成想 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 严万讲师 我们严秀讲师 跟大家分享许多 非常精彩的案例 让我们一起攻占 王产老祖天威 王产老祖太极天龙 万圣之主 故我基所鼎礼 感恩您的收看 阿弥陀佛 王产老祖太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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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lko爱的人 那现在市府也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